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希腊人不是 希腊人有种恋母情节 恋旧情节 所以希腊人出了那么多伟大历史学家 希罗多达 河马 修西底等 历史搞得那么好 西方的历史之父 不是罗马人 而是希腊人 罗马后来也出了一些历史学家 但是罗马人的历史 写的是边年史 对精神文化方面不那么注重 为什么 因为罗马这个国家变化太快 当一个社会发展很快的时候 你觉得以前的经验 对你来说没什么用处 那个时候你会拒绝以前 罗马你看从一个小小的城邦 就一个罗马城 几百年发展成一个大帝国 每天发展这么快 他就没什么历史经验好总结 每天不一样 你只要有一股蛮力 向前冲就可以了 你不能停下 至于将来怎样 罗马人心中没底 罗马人没想到 他这样庞大的帝国 居然会被满足给攻破 他心里没底 他不知道不关心 所以罗马人对昨天不那么思考 对明天不那么思考 他就考虑今天 罗马人简直就是活在今天的人 而希腊人是浪漫主义者 一定要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一边想以前 一边想明天 这才是小孩子做的时候 所以每个艺术家 每天应该花一刻钟 想想金色的童年 再花半小时 想想灿烂的未来 你们做这件事吗 假如你不是花一刻钟 想想童年的故事 不是花半个小时 写将来的壮景 那你就不是艺术家 所以你跑到雅典去 因为希腊人有那么多的 好玩的东西 那么多古迹 那么多能量 那么会喝酒 那么会跳舞 那么多神陪着他们 所以他是个浪漫的 希腊人你和他一谈历史 他就高兴 你和他说 你说哎呀 我也知道有个河马 有个亚历斯多德 有个苏格拉底 希腊人一听就来劲了 所以叫做 言必称希腊 也不是我们要称 他们自己喜欢 你越称他越高兴 当然人就言必称希腊了 希腊人也是一个 靠近海洋的民族 他们是看神仙的 他们想象 那个岛里有个仙女 那个岛上有个阿波罗 那个岛上有个妙女 妙龄少女在等着我去看他 等着我去吹笛子 什么精灵什么的 他就这么想的 他是看明天 看彼岸 看天上 一个人又看昨天 又看将来的人 他一定会把今天 也看着很理想的 这就是他有很多的青春的活力 有些年纪大的人 老开心不起来 这就缺乏一种东西 叫做未来崇拜 老人他往往觉得生活很悲观 主要他觉得 哎呀明天就死了 他没进了 实际上不行 越是老年人 越要进行未来崇拜 所以我到一百岁的时候 我一定去发表一篇 我最伟大的论文 来振兴一下世人 把我最重要的著作 留在一百岁发表 很开心 叫未来崇拜 所以我们不能老是那个悲观 老是悲观就是不行的 老是说什么 少年人有经验而无经验 少年人有经历而无经验 老年人心有力不足 初年人上有老下有小 这叫做道路曲折 走不完前度 光明看不见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希腊人从来不这么看的 希腊人就是向上看未来 想象未来有个仙岛 岛上有仙女 有那个谬师跳舞 多好 第四个叫做断裂崇拜 希腊人有一种断裂崇拜 叫做奥断 听说过奥断吗 把一个东西不行了 就把它奥断 折断 昨天认为好的东西 今天可以不要了 这在希腊人那里是无所谓的 因为希腊人比较洒脱 你去看他们波斯人打进来了 有个温泉关战争 有两个人 一个人出差了 一个人生病了 没去打仗 三百勇士守那个关口 叫温泉关 那么没去打仗的人 的妻子就发牢骚 说别人去打仗了 你为何不去 然后两个人只好去了 去了就被打死了 那么他就说死就死吧 反正战争就要死人 然后他们就搞妇女帮 所以希腊人 尤其斯巴达的妇女 很搞妇女帮的 他们看到英雄就去 一群美女就跑过去赞美她 什么战德英雄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 一群妇女就去赞美她 看见洛夫 一群美女就跑过去羞辱她 所以斯巴达人也是非常爱面子的 被一群美女羞辱过一回 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比方说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死了 据说是喝毒就死的 死之前呢 他的罪名就是亵渎神灵和败坏青年 然后说他街头那个 传授思想 都是精神污染 但是人家说苏格拉底你很好啊 你只要承认一下错误 我们就放一条神龙 你走吧 苏格拉底说我不走 我已经老了 死就死罢 就把毒就喝下去了 所以呢 为什么苏格拉底这样 因为苏格拉底就是觉得 我自己呢 一定要用我的一种生命来振兴人类 他也这样 他不那么怕死 所以希腊人有一种叫痛 并且活着 而不是痛把自己毁灭 你越痛你越要奋斗 你越孤独 你越要心灵丰富 所以希腊人的一条路 是做加法的路 罗马人的路是做减法的路 希腊人所以说是人类的儿童 罗马人是人类的成年 儿童的心里开心 今天没有雪糕吃了 明天还有巧克力吃 这是一种年轻的心态 我想你们大概想 哎呀马上有饭吃了 不好好听我的课 这人年轻 年轻人这样 然后老年来听我的课 就可以什么 不吃饭了 对吧 孔子不是跑到什么 跑到那个庙堂里去 听到那个好听的音乐 哎呀不要吃饭了 觉得那个音乐三天三日都在耳边 儿童不是这样 就想着 饭还没开 就想着有没有雪糕吃 有没有巧克力吃 年轻啊 年轻人就以为以后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 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希腊人的那种洒脱精神 搞什么未来崇拜 正当崇拜 新鲜崇拜 断裂崇拜 这是因为他们是活在充满希望的生活里的 是活在理想境界里的 他们是活在对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性的思考当中的 所以希腊人呢 就没有罗马人的那种小象思维 罗马人是生活在胡同里的 要么进要么退 这样一种情况做对比呢 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再来看 看希腊人和罗马人呢 就会看到他们之间另一个不同 就多元化和一元化的不同 希腊人要搞多元化 你看城邦都不一样 斯巴达搞军国主义 雅典搞浪漫主义 希腊人穿衣服也不一样 希腊人不是一元化 各种小岛一元化也化不起来 但是罗马人要一元化 一元化在小地方很容易搞 但是希腊人小地方也不搞一元化 希腊人杀死苏格拉底 心里是有点痛的 但是他的学生也很难过 学生难过不是为苏格拉底 被杀死而难过 而是说我们这么好的老师走了 我们自己怎么办 为自己难过 所以希腊这个文化呢 就是一种多元化的结果 多元化会产生一种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东西多得没法比较 每个人都不一样 怎么比较呢 那个香蕉和苹果很难比较 东西没法比较的情况下 就没有标准化 苹果怎么和离去比较呢 香蕉怎么和葡萄比较呢 你怎么可以用香蕉的标准 去衡量葡萄呢 你生活在最近里 你怎么可以和梦境里的人去比较呢 你怎么可以用男性的标准 去衡量女性呢 你怎么可以用老人的标准 去衡量儿童呢 你怎么可以用天上的标准 去衡量人间呢 你怎么可以用边缘的地方的人的标准 去衡量海渣民族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必然就导致了风格上的多样化 所以希腊人就在 那个风格的多样化里 成长起来的民族 于是呢 他们就可以各尽其能 专门吸收天地人生的各种营养 这叫做汲取人类文化之精华 这样一棵树当然长得很健壮 因为一棵树的长大呢 需要各种肥料 各种养料 所以希腊人在追求那个养料的时候 是贪得无厌的 他从天上去要营养 从地上要去营养 在那个古典里面要去找营养 从建筑学里面去汲取营养 在汲取文化 营养 艺术方面 希腊人是贪得无厌的 这种多元性和罗马的标准化 完全是两种概念 东西有标准了 一元化了 才会有标准 一元化里面的 不好的地方 就是容易把苹果变成香蕉 容易用苹果的标准 要求香蕉 所以罗马人很愿意做一个 数学上的合并同类像 他可以说苹果还是梨 都是水果 长得也差不多 并起来 就是用一种标准 国画油画都是画 画和照片也没什么差别 可以并起来 作为一种标准 所以罗马人是把那个类 变得分了大了 那么这样一来 他可以搞标准化 然后合并起来以后 再去定一条标准 两条标准 三条标准 然后要求大家 按照标准去处理问题 这就可以了 这种思维方式 是罗马人最喜欢的 所以从分类的角度来说 希腊人对事物的分类 是很细腻的 而罗马人的分类 相对来说要粗糙一点 罗马人的分类粗 就会走简单化的道路 什么叫简单化呢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不是勇敢的就是懦弱的 不是爱的就是恨的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这种对峙的思维 一旦产生 就会把差异变成对立 结果呢 竞争和斗争 就成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希腊人的多元化 就会产生出一种东西 叫做多元化中的和谐 就是说 公和六弦情 奏响的 就是一种对立的和谐 所以希腊的文化 是在多元化中 取得的一种和谐 也就等于 他们在那个政治文化方面呢 取得一种和谐 但是罗马的文化是单元化的 在单元化的里面 只有标准化 这么这又容易培养小象意识 然后你在标准化里面 你去努力 你去推行你这个标准 这样呢 你就会产生一种思维 一种行为后果 一种仪式 所以这样呢 在希腊人的多元化的下面呢 就出现了一种 对于和谐的歌颂 你只有对和谐 进行歌颂的时候 你内心是开心的 内心是满足的 你的心里是欢乐的 那种颂歌表现在 对咒诗的颂歌上 所以希腊人很喜欢写诗 很喜欢那个歌颂 现在除了表演歌唱以外呢 希腊人还有一种唱歌的欲望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诸位艺术家 有没有唱歌的欲望 觉得烦了 闷死了 你们会不会去唱卡拉OK 发泄一下 还是自己就在宿舍里闷着 他喜欢心里要唱歌 要快乐 心里要跳舞的时候就跳舞 心里要唱歌的时候就唱歌 心里要写字的时候就练书法 心里要打拳就去打拳 就练武功 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歌声呢 就容易让人感到心满意足的快乐 所以希腊人是做加法 罗马人是做减法 做加法和做减法有区别吗 做加法和做减法有区别吗 做加法人是享受的是 生活精神和文化的丰富 做减法的人 是把自己的生存 满足于生活的必需品 怎么才能做一个必需品的生存者呢 你说我一个房子 房子不重要 我要一个床就够了 床也不重要 床只要能睡觉就可以了 然后吃饭 我不要吃很多东西 我把自己吃饱就行了 这样一种做减法呢 就把非常丰富的物的生活 精神生活的很多东西 按照有用无用的原则 加以过滤 结果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 绝对的来说 做减法的后果 就是把自己关进了一宗监狱里面 一件衣服就够了 一件屋子就够了 一个床就够了 给他一些不会死的食品就够了 当然吃了也死不了 这就是生存的极限了 就是你用减法呢 可以把你的生活简化到极限 简化到你的必需品上 那时候你就会问你写诗啊 写诗干嘛 时刻可以去掉 画画 办法干嘛可以去掉 艺术 艺术干嘛可以去掉 思维干嘛可以去掉 写小说 你说家里需要你写小说吗 可以去掉 要不要床 要睡觉 要不要衣服 要一件 宝蓝 你有一张床 一个被子 一件衣服 这里面还有区别 衣服漂亮不漂亮 没关系 你还在简化 说你买件衣服 你说你是衣服坏了 才去买件新衣服呢 还是因为衣服漂亮 去买件新衣服 所以希腊人呢 就是希望家里的东西 没有一样不是 时髦的 没有一样不是好的 所以希腊人最喜欢换衣服的 什么东西都要换来换去 罗马人是可以忍耐的 可以剪花的 一件衣服是可以穿下去的 一条杯子是可以盖下去的 家里东西就这么简单 做剪法 做剪法有一个缺点 就是让你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差 后来西方搞消费主义 用消费出生产 走的不是罗马的那个模式 走的是希腊的模式 人类啊 假如要往前走 实际上就是要做家法 我们如果再回到古代社会 回归到那古代社会 特别无聊的这种生活方面 那个时候呢 你就觉得古代的食品很不好吃啊 又没有味精 又没有鸡精 又没有糖 又没有蜂蜜 从穿的衣服来说 就是一块布的 从音乐上来 也没有好听的音乐 网上也没有灯 我们现在人类发展了 我们不是以减少物重 来要求我们生活的 而是我们做家法 这就是人类的文化的发展 或者说就是人类的贪婪 现在的人就是做家法 而且要把家法做到极限 我们现在身上 能变花样的东西不多 能变的就一定要变 比如说头发 发型 你们对发型 现在有变花样的要求吗 一会儿拉拉直一些 弄弄弯 一会儿烫上头发 一会儿刘海 一会儿又把它变来变去 衣服可以换 衣服可以变花样吗 要把花样 衣服很简单 变啊变啊变啊变 手也能变 可以戴戒指的吧 戴一个戒指戴18个戒指 对吧 前中说戴一个戒指很好 戴18个戒指就熟 对吧 手腕也可以 戴那个手表 手表就花样多了 可以弄很多 手机 手机对于男性和女性 完全不一样 男性就是用来工作的 乱七八糟手机就可以了 女性一个手机里面 包含着无限的秘密 对吧 然后一个女同胞 送一个男同胞 送个手机给她 那简直是天津地 特别重要的是大 重要的事情 没想到那个男同胞 收了个手机 干嘛买个手机给我 是不是侦查我 是吧 这个不一样 所以呢 就是变花样 所以人的身上 没有多少东西好变 但是人还是要变 变来变去 这叫做家法 全部的领域都要做家法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呢 到各种不同的领域 都要尝一尝 你说我是学艺术的 为什么不去练练手法呢 说不定我天生 就是个大手法家了 说我本来是可以 当芭蕾舞演员的 就是我没去练过 有些人说我嗓子很好 就是不会唱歌 我去唱一唱好了 说不定我就是大音乐家 你看很多演员 电影演员 怎么现在就成了 音乐歌唱家了 不赵薇在录词代 你们觉得他科生好听吗 不管了 我是赵薇 我就要录词代 这样每个人都有 天生的篝火 就没机会的 所以呢 这样呢 我们就觉得很有趣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走出去 再走回来 比加速画和平歌 画得很好 为什么要去研究非洲艺术呢 为什么画立体画呢 这个情况很可能会他的出生于西班牙传统有关系 西班牙斗牛你知道吗 就内心血是漏的 狂热的 西班牙斗牛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红的布 你知道被斗的牛都是色盲你知道吗 看不到的 这是人为的 以为看了红布会 他只能看到一个物体在动 所有的牛都是看不懂颜色的 但西班牙的人心里是狂热的 血是热的 人是疯狂的 所以他们那个色彩是丰富的 西班牙的衣服一定是很丰富的 第三点 希腊人啊 是从原则里面发展出艺术 希腊人的艺术实际上是讲原则的 讲构图的 有一个原则 然后根据原则发展出艺术 不是罗马人那里从实用中发展出艺术 罗马人也发展艺术 他是从实用中 从经验中发展出艺术 希腊人是原则上发展的艺术 所以希腊人谈艺术啊 他有各种各样对艺术的定义 有什么黄金分割啊 所以希腊人是一个善于抽象思维 灵性思维 概念思维 这方面哲学思维 他很发达的 罗马人只有是经验思维 你对那个人太笨的人 你怎么讲话呢 你首先要给他一个食物进行示范 我们给小孩子上课 给他看很多图片 我们给他很多方块字 说哎呀 这叫小熊啊 这叫熊猫啊 然后给他一个玩具 告诉他这是这样的 熊猫是这么长的 或者说那是熊猫 那是猫啊 然后你告诉他 这个猫和邻居的猫不一样啊 所以一般小孩子这么上课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 用分析的语言 用抽象的语言 对小孩子讲话 因为小孩子的分析系统 还没有长成 所以这种叫经验思维 但是希腊人对形象的东西 感受一下就行了 他觉得那个东西只是经验的东西 感觉的东西 什么触觉啊 味觉啊 希腊人对概念非常熟悉 他几个概念一下 他就通了 他可以用符号进行思维 然后他可以用精神形象化 他可以把真上美高上等的东西形象化 所以希腊人做东西呢 首先就不是进行现实生活 这些模仿的模仿 而是直接要到天国里面去寻找理想类型 然后直接模仿天国里的那个理想类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